全油管最快新闻,近日,一位画师发布的微博引起广泛关注, 他发现自己的作品被一名中学生抄袭并在美术展上展出。 此外,他还发现有多幅展出作品涉嫌抄袭, 甚至在淘宝上发现了多家带画儿童画的店铺。 少儿美术比赛中,抄袭,带画问题屡屡出现,引发了人们的关注。 目前,相关部门已开始处理这些问题,并取消了相关作品的奖项。 专家表示,因引起教育部门的重视,因为少年青少年正处于价值观形成期, 相关问题应尽早解决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